好 是不是有台风要生成了 如果真的生成最快 什么时候还有相关影响呢 要请教宣童 好 谢谢苏涵 这礼拜六 这礼拜日台风还没有来 但是整体的环境会变得比较干一点点 最主要是因为封面逐渐的往北台 但是还是要留意的是 在午后热力作用的发展 各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尤其偏重在山区 还有在近山区的位置 所以前往这些地方请记得要带伞了 再来大家关心的是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艾维宁什么时候会发展而成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菲律宾的东南近海这一带 它还没有变成台风 预计在这12小时之内有机会 那么目前它是持续的往西北的方向来走 预计在礼拜六 礼拜日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大回旋 接着往东北 顺着这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 而它相对靠近台湾的时间点 预计是在礼拜一还有礼拜二 但即便如此 其实你看到它还是距离台湾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性的 但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的民众还是要注意 因为这台风在比较远洋的位置 在整个沿海地区会出现长浪 而虽然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整个台风的影响不大 但是要注意的是封面的影响 因为在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 这个封面会逐渐的靠近 所以从礼拜一开始 整个降雨的范围又会逐渐的变得比较多 而到了礼拜二 礼拜三 甚至整个西半部地区 不排除会有大范围的大雨 甚至局部地区会来到豪雨等级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 在这几天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 赶快洗晒衣服 到了下周天气又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舒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